现在,手机不但价格降低了,而且作用也越来越大。 打电话、发短信已经成了人们普遍使用的联系方法。 除此以外,你还可以用它来听音乐、看电影、阅读、玩游戏、付款购物等。 这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。 据一个例子,迷路时只要用手机地图查一下地址,马上就能知道怎么去那个地点。 现在的手机更像是一部可以拿在手中的电脑,现代人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。